我先教第一個動作是 拯救你的蝴蝶秀 掰掰 好的 然後 這個動作是訓練這裡的嘛 就是三頭肌 然後 其實 初階的話 大概一張椅子就可以了 然後 手 你可以這樣子 握著你椅子的邊緣 或者是這樣握都可以 看自己舒服 然後 兩隻手都這樣子 身體騰空 騰空這樣子 就變成這個姿勢 然後下去的時候他吸氣 下去 然後上來吐氣 下去的時候 手臂大概稱 90度 到90度 就可以推起來了 你看 推上來的時候就是這裡會有 處理的感覺 腳就是你可以呈現直的狀態 然後也可以呈現是彎的狀態 彎的話就是最初階比較輕鬆一點 這樣 吸 吐 吸 吐 就是上下的動作 然後下去注意要到90度 然後手肘就是往 你背後肘 不是往外開 是往背後肘 這樣子 然後 第二階可能就是 腳完全伸直 這樣重量又更重 然後再高一階的話 可能你找兩張椅子 然後把腳放在上面 成空這樣子 然後一樣一次手肘往後肘 吐吸 這樣 出學者我覺得差不多15到20下 甚至你可能一開始真的 沒有接觸過這個動作 你可以做四下就好 嗯 然後 可能至少做個 五次吧 中間你可以休息個一分鐘這樣子 就是 盡量不要每動作 你可能做完明天會痠痛的話 那就是 你要有點時間讓肌肉休息一下 不然超負荷的話 你可能就會肌肉拉傷 很多就是 因為太急於要瘦下來 然後 一下子就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然後就肌肉拉傷 然後反而你就是 又要休息更久 或者是你就覺得 我一運動就拉傷 所以就反而不運動了 所以肌肉休息也是很重要 就比較 做得比較長就這樣子 這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這樣就好 有些人 然後可能就看他飛起來 好 好